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大家好 大家看到前面有两箱红色的 我今天就是开箱 你们看到吗 那是什么呢 它是东北木耳 因为今天天气很热 那我就来做一个凉拌 就是木耳凉拌 木耳是华语里面叫木耳 我们广东话叫做云耳 那我们打开来看看 我今天大概做一碗的分量 我们就准备了一些水 把这个木耳大倒进去 倒进去之后呢 我们需要蒸它30分钟 我们呢吃这种凉拌呢 就需要准备一些蒜头 姜 那为什么要放姜呢 因为身体比较寒的人呢 他们都受不了吃那个冷冻的东西 所以加几片姜呢 就比较好 另外呢 我就吃的时候不要看到那个蒜头一粒一粒 就觉得不好看 所以我就把这个蒜跟姜呢 用搅拌机呢 把它打碎 我们呢就倒入这个搅拌机 这搅拌机没有呢 水呢 它是转不动的 我们加一点呢 煮开的水下去 好 我们就拿去打碎它 我们呢 就把这个姜跟蒜头呢 打碎了 然后呢 就用一个筛 把它搅拌 所以呢 我现在呢 就会先调这个酱料 我刚刚呢 就打碎这个蒜头跟姜 这个鸡啊 我们倒下去 它的甜味是来自哪里呢 我们放一点点糖 我就放一包的外酥格 它的酸味呢 就是来自这些橙醋 但我这个橙醋呢 不是直接买的 我这个是自己腌制的 醋酸甜的橙醋 所以它的味道刚刚好 很中和的 我就下一次做一个 椰这个橙醋的视频给大家 我们也把这个倒下去 所以呢 它不会很酸的 它是酸酸甜甜 我是用蒜头蒸泡 应该蒸了一个月了 它其中有一个味道呢 就是麻 所以我没有那个麻辣的油啊 我就放这个老干妈 我就放一个汤匙 因为不需要它要太辣 它有点麻一点的 我就这样子 它放下去就够了 这个辣椒呢 我是最后才放下去 就不放在一起去调 因为呢 小孩不太喜欢 太浓烈的辣的味道 所以我们之前 这个生抽呢 它就比较鲜 我就放一个汤匙下去 我们买生抽的时候 要试一下它的味道 如果太咸的呢 就不能够放太多 这个牌子的生抽呢 它就比较 不是很咸 而且带一点鲜 比较香的味道 我们生抽呢 就放一个汤匙 所以它整个呢 的咸味呢 就来自这个生抽了 还用一种香料呢 就是香 香呢 我就放这个麻油 麻油呢 我也是给一个汤匙下去 除了这个香味啊 我还放一点呢 就是这个香菜 这个香菜呢 我们切成了 一粒一粒 也倒下去 它就特别的香了 我还需要呢 拌个柠檬 我们把那个柠檬鸡 挤出来放下去 最后它有一种呢 很清香的味道 我还放一个汤匙的 威士忌 猛基手的 那为什么放酒呢 因为酒呢 有杀菌的作用 所以切成这粒盘呢 放点酒呢 是很好的 我们呢 就放入一个汤匙的 威士忌 猛基手的 那因为那个云鹅呢 它蛮稀油的 我就放入 大概一个汤匙 那个橄榄油 我们凉拌木耳的料 就调好了 那为什么凉拌啊 它又爽口又香又好吃呢 这个调料的过程呢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这个木耳已经蒸了有二十多三十分钟了 这样我们把它清洗干净 你看啊 这样子呢 把手呢 这样子 把所有的一个个拿起来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拿起来呢 因为啊 它的沙呢 就会水着那个水呢 就会出去了 把它拿起来之后 我们呢 再洗多两次 哇 这个一碗木耳这么多 我们捞起来之后呢 是第一次 现在放水 然后再洗多它一次 把它倒进去 这个清洗木耳的过程很重要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洗不干净哦 它就有沙拉 所以呢 这个非常重要的 洗干净之后 我们呢 就准备了一锅水 就是要来煮它的 就把木耳倒进去 好 我们的木耳呢 就放在这个锅煮 煮到它呢 那个水呢 大滚起来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我看到它呢 这里呢 出烟了 就是应该呢 是滚了 哇 真的滚了 它滚了 它滚了 来 靠近一点 靠近一点 你看啊 这样子滚起来了 整个的 这样滚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呢 就看住那个时间 就煮它 一分钟 就关火 我现在开始 积极啊 一分钟的时间 然后呢 我们呢 就把火关掉了 把火关掉之后 再过泥呢 再等它两分钟 才倒出来 好 我们把煮好的木耳 倒出来 小心因为它很热 小心因为它很热 倒出来之后呢 我们呢 马上呢 把它呢 准备那个冷水了 再倒进这个冷水 我呢 再准备一些冰 这种干冰 放下去 它这个过程呢 就是 液脏冷收 让那个匀 那个木耳 更加有口感 这个木耳呢 我们呢 就放在水里面 用冰水 蒸泡它20分钟 在蒸泡的过程当中呢 就把它的冰 溶掉就可以了 另外呢 我们要准备另外一锅水呢 就是煮过的 冷水 煮开的 因为刚才呢是水喉水 我们吃呢可能对于身体不是很好 再过一期一下 我们煮过的水 我呢 就比较很喜欢吃这种木耳 因为木耳啊 它可以把我们身体的那些不干净的东西呢 都会排出去的 所以在外面 我们点一盘 这个木耳都要七八块 那刚才大家都看到我煮啊 只是一碗 一碗呢 就一大盘了 所以煮了之后呢 我们呢就可以放在雪柜啊 在吃饭的时候拿一点出来吃 也不可以一天吃很多 因为它只是一个凉菜一个配菜 就是我们可以做一大盘呢 可以吃上三点了 这样子 就不需要放太久 放太久呢 它也不好吃的 云耳呢 它很多的配搭 我呢 做了一个 用云耳来蒸鸡 它是我们乡下的一道名菜 也是一道粤菜 是非常简单的 它是喜欢的 可以关注我那个视频 蒸泡了20分钟 然后我们呢 就把它捞起来 把它捞起来呢 把它捞起来呢 基本上 这个木耳呢 就可以吃的了 它现在就可以吃 我吃 快吃一下 很爽脆 很爽脆 很好吃 但是现在吃 它是没有味道 所以只是一个很爽而已 还有呢 木耳的原来的味道 我们呢 就准备一些呢 我们煮开的水 把这个锅 这里洗干先 再烫一下先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水倒进去 因为呢 我们的木耳呢 就是刚才经过那个生水嘛 现在用一些熟的水呢 把它再洗一遍 就把木耳倒下去 洗一遍呢 我们呢 再把它捞起来 就可以了 捞起来呢 我们动它一下 就把它呢 晾干水 晾干水呢 我们呢 采取那个调味 因为它里面呢 还有很多水在里面的 就晾它大概有 20分钟 这样子 等它的水呢 慢慢呢 从这个塞呢 就 漏下去干一点 好 我的木耳呢 已经晾干水了 你看好多 一大盘 一碗呢 挣出来这么多一大盘 那我们呢 就把它拿去这里 就是我们调好那个酱料 把它拿下去 戴一个手套 我呢 就不非把所有拿下去 我剩一点呢 这晚上呢 用来做那个 炒完瓜 然后呢 就把它这个 这个酱 这个酱 把它搅拌均匀 哇 好香哦 那个 香料的味道啊 就出来了 酸 甜 辣 麻 麻油 这个 这个 香油 还有那个 酒的味道 加上去 太棒了 我这个做法呢 比较特别 因为我经常在外面吃啊 我就吃到他们的不同的味道 然后呢 我就不喜欢放那个蒜呢 一粒一粒 看上去呢 就没有这么美观了 这么好看 你看这样子 哇 吃一片先 看看它的味道怎么样 吃一下 嗯 好吃 但是那个味道呢 就 那个咸味啊 好像不是很够 这是的 可以再加多呢 一点点的生抽 这个调味啊 口味啊 就是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去调 要咸一点呢 还是 淡一点呢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调完之后呢 再试那个味道呢 那就可以了 做开始的时候呢 不要给的太咸 不然呢 到时候呢 就很难去掌控了 好 这样子 我们呢 再加多一个汤匙 那个醋 来 倒在这个汤匙 好 应该可以的了 试一下它的 呃 味部分呢 就是 甜酸度啊 这个是那种 呃 这个叫什么醋 好像 梅醋 还是什么醋 因为刚才我家那个呢 是陈醋 这个自己腌制的 它就比较带甜的味道 就没有这么酸 所以呢 它要有一点 吃这种凉拌啊 就是 酸酸甜甜啊 也有一点辣啊 但是呢 我的不是很辣 你来试一下 看看那个味道 怎么样 好 果价 好 那就是口味呢 就自己调到自己 啊 觉得 啊 好吃的味道 那就可以了 那我这个辣椒呢 我也没有放 现在还没放下去 等一下我装在那个盘呢 才撒在面 它就不会很辣 因为有时候太辣啊 就 吃下去呢 就 嗯 小孩子不喜欢吃 我们呢 就把它 就装在这个box 装在盒子里面 它放在雪柜 去冰它的时候呢 它的味道呢 会更进去的 所以我们吃的时候呢 它就染一点出来就可以 你看 刚才呢 一大盘 经过它 出去腌的时候呢 它就变小了 可能那个醋啊 它就把它 濃稠了 你看 哦 好多 一大盘 我们呢 我们呢 这个酱汁呢 也倒下去 让它呢 就是 在里面 腌的一个包子呢 就把它 这个辣椒呢 我现在才放下去 它这样子呢 它就不非常特别的很辣 然后呢 我们呢 就可以到明天的时候 或者晚餐的时候呢 拿一点出来呢 就可以了 我的这个 凉拌木耳 一个凉菜呢 就做好了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喜欢的 可以给我一个点赞 或者关注我 订阅 拜拜 哇 好像好像 太棒了 我以前都不会做 一直呢 在餐馆吃哈 那时候每次我都点了这个菜 然后我那时候问那些师傅 也也没有空去做 所以 也没有想要去学 他跟那些老板呢 还很熟的 都没有去问他怎么做 现在呢 因为买了这么多啊 就自己呢 去做了一个这样的 凉拌 也问了一些朋友 所以呢 是非常好吃的 一个凉拌菜 拜拜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的故乡在远方 要用 请不吝点赞 这是 对